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等来一艘船和一个人前来结合的原因 谁能想到大蛇甚至微动其身 因为给反反军的出发之情 得了如此巨大的失败呢 但从好的方面来说 通过漫画999话中 大蛇阻止4000人反反军 前往约定镜岗的剧情 我们也已经得知 包括藏不藏在内的4000人 并不是在一夜之间被谋杀 而是只是被迫留在了原来的区域 无法到达长银岗而已 而以火迹之夜 还有一个白天的蛇尖才到来的情况来说 目前分散在各地的反反军 自然就还存在着 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机会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 更让反反军实现扭转局面的5个重要因素 首先罗尔和红星海贼团 还有黄死狼及其手下 换火花之都被关的武士们 这两番阵容的存在 也就是让反反军实现翻盘的前两个关键要素 而第三个要素也就是 陆飞在九里岸边 期待归队的藏不藏成员海峡甚平 接下来的第四个要素也就是 望达口中比毛皮足 能在决战当日 发挥出一样狮子力量 更重要的猫腹蛇 和侠客团的归队 而最后的第五个要素 也就是在漫画 基本上是九话举行中 又提到了一个 具体人员数字的弗兰奇同学 从漫画九五六话举行中 两眼也造出 十万人都能乘坐的船之后 这一次弗兰奇则是明确的说到 他和大家为4200人的反反军 打造了5000人都能乘坐的战船 而以弗兰奇造船的天堂能力来说 这个船没有被完全破坏 给它半天的时间 它可能真的就会奇迹般的 这样所有的船都基本修复 让它们可以再次出航 同样反反军的船 能在火急之夜前就赶到长一个 而弗尔上文我们所提到的四个要素中 风鬼罗 狂死狼 圣皮 猫腹蛇在内等 所有人员的数字正好就是800人 那将有原来已经集结的4200人 反反军可能真的就可以做到 集结到弗兰奇所说的5000人 而锦油门几人目前已经如 374级海东船提 我们所提到的 帮助犬兰将唯一的小船拉出来 要继续前往鬼之岛的情况 再结合早在331期海东专题 我们就已经胡说讨论的 警员们等几位吃小武士 可能提前会在鬼之岛 被抓的情况进一步回撤来说 当吃小几人在火急之夜 准备被凯多和大蛇 火急烧天之时 他们可能就会看到 吃到的5000人反反军 及时抵达 和出现在鬼之岛之上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